第四集 是海珍 海珍在她的每个园里野猫不在 看来我们来迟了 海珍 803来找你吧 求求你们别来找我 再来找我 我就要跟印度夫人一起去了 怎么了海珍同志 好人做不得 我同印度夫人倾途姐妹 我是第一个发现她死了 就马上报案 803问我情况 我这是实事求是的反应 结果的我侯姐妹的仇还没有报 我就跟着倒霉 你们看 你们看 这个玫瑰园是你的 是我的 她种的是黑玫瑰 我种的红玫瑰 花费市场 都说我们是玫瑰两姐妹 这是怎么搞的 这么多红玫瑰都被砍倒了 这是在砍我的命 砍我的根 黑玫瑰 这是谁看到的 还有谁 是野猫 野猫 野猫来过了 来过了 她来干什么 她来心事问罪的 她问我 是不是我告诉巴林三 印度夫人是她杀的 我说 在没有插出凶手之前 任何人都可以被怀疑 包括我 何况 你们之间还结过冤仇 那她怎么说 她麻麻烈烈的 她说我胡说八道 污蔑她 逼着我向巴林三作证 说印度夫人不是她杀的 我不敢 她就操起镰刀 砍我的玫瑰 砍一行 第一次 她把我的玫瑰都砍倒了 那现在她人呢 她见我死不肯为她作证 就麻麻烈烈的走了 那你知道她现在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不知道 她凶神恶杀似的 我哪敢问她呀 好了 海贱同志 你放心 野猫逃得过今天 逃不过明天 印度夫人被害 种种信息表明 野猫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丁小军和乔丽娜 又来到了野猫办的饲养场 小乔 你一件一件仔细的搜 我去跟她打工的孩子 小伙子 你是哪人 本地人 叫什么 属兔的 叫小兔子 小兔子 你在这打工啊 不 野猫是我堂兄 这个饲养场 我有三分之一的股份 那野猫家还有什么人 有爹 有娘 还有哥哥 都住在这儿 不 大哥在浙江义务做生意 大伯大伯母 都到义务去帮忙了 那你知不知道 印度夫人被人杀了 听说了 你认为印度夫人的死 跟你的堂兄有关系吗 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没有关系 为什么 他喜欢他喜欢的死去活来 怎么还会去杀他呢 我这堂兄啊 前世一定是欠了 印度夫人的债 这辈子我还都缓不完 为什么这么说 他这人用情太专一了 人家既然无情 为啥偏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哎呀 你是不知道 多少个漂漂亮亮的黄花大闺女 都想嫁给他 他就是不要 偏要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 热出这么多麻烦 但是据我所知 他曾经几次扬言要杀他 那是他的口头禅 从小到大 他都说要杀我 说了一百四一千次 当年跟他上船捕鱼 我撒网晚了一点 他就吼叫着要把我扔到海里去喂网吧 如今给他养七彩山鸡 喂食如果晚了一点 他一开口就说要把你杀了喂鸡吃 可是你看我 活得好好的嘛 你能告诉我 他现在在哪儿吗 哦 这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打他手机他也关了 哎 小偷子 那间小屋是干什么的 哦 那是个杂物间 乱些八糟的东西都堆放在里边呢 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一看 当然可以 八零三 循迹问宗 顺藤摸瓜 有一个人 却也坠坠不安 那个人 就是鸭子爸 爸 你干什么呢 小鸭子 我这心里堵得慌了 哎呀 快给我倒杯开水来 哎 好 嗯 爸 你喜欢什么呀 我对不起野猫啊 他说要杀人 这是他的口头禅 不是他的本意啊 哎 你怎么能对八零三说呢 这不是把野猫往死路上推吗 爸 他这场景屋前屋后转 哎 这总是真的吧 哎 这 这是他痴情 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嗯 该死的黄鼠狼 又窜到鸭棚里来了 快 吵架了 他打死他 哎 不对了 啊 这是人 是谁啊 快出来 哎 别打 别打 是我 哦 啊 野猫 快给我杯水喝 我都快渴死了 你还没逃走啊 哎 我为什么要逃走啊 哎呀 八零三到处在找你呢 可是我又没有杀害他 哎 请你们相信我 相信我呀 哎 野猫叔 我们相信你是没用的 野猫叔 听我劝一句 既然你没有杀过人 你就用不着头 君子坦荡荡 勇敢面对 你要相信八零三 是不会冤枉人的 哎呀 你懂什么呀 嗯 现在冤枉官司不要太多 啊 老子警察手里 就要给你收骨头 等弄清楚了问题呀 半条小命就没了 啊 野猫兄弟 你还是出去躲一躲 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 哎 你没带钱吗 啊 小鸭子 快给你野猫叔 五千块钱 赶快 哎 野猫叔 不能听我爹的 别说没有杀人不用逃 就是杀了人也不能逃啊 啊 投完自首 还能有个宽大处理呢 哎 谢谢你们父子两个好心啊 我野猫 有您这个长辈 有你这个朋友 我很知足了 我野猫不想害别人 也不想别人害我 我到牙旁来 不为别的 只是想问你们 掏碗酒喝啊 行行行 小鸭子 快给你野猫叔拿酒 哦 有人 野猫 快躲一躲 快快快 谁呀 是我呀 海珍 哎呀 海珍 快进来 快进来 快 你 野猫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不是叫你出去躲一躲吗 你听听 你听听 连海珍也这么说啊 我 哎 野猫啊 一无不能去啊 都知道你大哥在那里 哦 哎 这样吧 杨州啊 我有个结伴的小姐妹 也是做花卉生意的 哦 那这是他的名片 好 我会打电话给他的 你到了杨州 我保证他会好住好吃的 招待你的 哎 好 你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你为什么和803说我要犯罪嫌疑啊 哎呀 我不是向你道歉过了吗 你让我将都补过行不行啊 野猫 我求你了 快走吧 你 别喝酒了 哎 哎 你干嘛打碎我的酒瓶啊 这是我的酒 是五粮液啊 我陪你 野猫 我已经对不起你一次了 我再不想对不起你第二次了 快走啊 好好好 我走 哎 谢天谢地啊 他总算走了 哎 鸭子爸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哦 什么事啊 你说 我听着呢 印度夫人的黑玫瑰要每天上市的 不上市要花要谢的 嗯 再说 虽然印度夫人走了 但是 他从花卉店老板订的合同没有作废 所以 我想暂时由我来接受印度夫人的玫瑰园 这样吧 你来做个证人 我来按合同供货 每天的收入 我交给你 哎呀 鸭子爸 你嗡嗡嗡的出什么神呢 我在问你呢 我是在想野猫 不知道他这会儿出村子的没有 哎 野猫走出鸭棚 只看见他的家 他的养殖场灯火通明 那是丁小军他们正在做有关调查 这间杂物间里堆的都是鱼网啊 啊 已经三四年没有动了 解满了蜘蛛网 要不要把所有的网子拿出来啊 不用了 不用了 哎 小兔子 哦 你看这里的蜘蛛网断了 好像是被人扯断的 不会吧 呦 这网底下有个硬家伙 不可能吧 这里堆放的都是鱼网 等等等等 我摸到了 是什么呀 你看 是一把狼头 哎 奇怪 这狼头怎么放到网下面去了 你仔细看看 这把狼头是不是野猫的 嗯 是的 哎 是船上用的 小兔子 你再看一看 这狼头上是什么 鞋 哎 你你让我再看看仔细了 别动 别把你的手印留在狼头柄上 怎么说 我堂兄真的是杀人凶手了 这把狼头会告诉我们答案的 丁小军在野猫家里搜出了一把狼头 金化验 狼头上的血迹是印度夫人的 803决定拘捕野猫 小鸭子举报 野猫可能逃往扬州 于是803命令各卡口严加检查 但是野猫其实并没有逃跑 他从鸭棚出来就到镇上喝酒打麻将 直到第二天上午日高三丈 才亮亮呛呛的回了家 我回来了 小兔子 你 你老哥我回来了 小兔子 老哥叫你 你为什么不答应 耳朵聋了 聋了 聋了我割下你的耳朵 喂狗吃 别动野猫 我们已经等了你一夜了 你 等我干什么 你闪开 你 我要睡觉 我是醒醒803 我不认识什么803 听好了野猫 你被拘留了 这是拘留证 为什么 为什么拘留我 你有杀害印度夫人的嫌疑 请你在拘留证上签上名 签吗 803小姐 你对我蛮客气的啊 好 你客气 我爽气 我签名 签吗 给 好 走吧 你要我到哪儿去啊 去接受审问 啊 野猫被803带走的消息像风一般吹遍全村 平时安定的村庄顿时骚动袭来了 鸭子爸 鸭子爸 谁啊 我是小狐狸啊 哎 晃晃张张的干什么 鸭子爸 你知道吗 野猫被803靠走了 啊 谁说的 小兔子告诉我的呀 他没逃走 哎呀 没有啊 他昨天晚上在镇上打了一夜的麻将 喝了一夜的酒啊 上午啊 嘴嘘嘘的回家了 被803逮个正筹啊 他眼子太倔了 就是不听人劝呢 非要拿鸡蛋撞石头 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是这样 我呀 想通俗的人 打听打听情况 再看看能不能帮什么 哎哎哎 小灰叔叔 你别把我爹拉下水啊 哎呀 小鸭子呀 你怕什么呀 哎呦 我怕你们一群法盲不懂法 啊 小鸭子 乡里乡亲的见死不救 要遭太打的 哎 你想啊 野猫被拘留 说明人家已经掌握了证据 你怎么托人 怎么求情啊 哎呀 哎哎哎 小狐狸 小鸭子说的 也挺有道理啊 我看还是 听天由命吧 哎 爹 你又说错了 没有天 只有法 哎 我们应该相信803 相信他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自古患难见真情 你们父子两个无动于衷 不肯出手帮忙 好 没关系 我去刷海针 哎哎哎 你 哎 哎 野猫 你酒醒了吗 嗯 醒了 睡得挺好 吃饱喝足了 这里的大排面味道怎么样 不错 味道挺好的 好 那就每天给你吃 好 这不是吃大排面的地方 我情愿回家吃方便面 野猫 那我们就开始了 姓名 野猫 百家姓里有姓野的吗 问你的原名 哦 嘿嘿 对不起啊 从我董事的时候 别人都叫我野猫 原名 反正都忘得差不多了 哦 原名叫汤烧毛 我妈生我的时候 梦见海滩上的茅草着火了 烧了一大片 所以给我起名叫烧毛 火烧的烧 茅草的茅 他们都说 梦见火烧会大富大贵的 嗯 那好 野猫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追求印度夫人呢 那个 还奇怪 这是我的隐私 我能不回答吗 可以 当然可以 你十六岁就上船出海捕鱼了是吗 是的 初中毕业之后就上了船 嗯 二十二岁就当上了船老大 了不起啊 嘿嘿 不是我吹啊 我的大学是在东海里读的 算不上海上博士 做个海上硕士 那戳戳有余呀 我跟你说啊 上岸以后 你办起了真情养殖场 当起了老板 你是论钱有钱 论相貌 你一米八的身材一表人才 我想你要娶一个漂亮的老婆 应该不会很困难吧 那你为什么还要死心塌地的去追求印度夫人呢 嘿嘿嘿 这你就不懂了 感情这东西是不讲道理的 好好 我不懂 那你说说 好 那是我在创办养殖场的第一年 一个夏天的晚上 那天啊 天气非常闷热 我突然间想到 到海滩上去试点小螃蟹 我想把它碾碎了 当饲料 给我的七彩山鸡 增加点营养 那天到了海滩 想不到印度夫人 她也在试小螃蟹 她试小螃蟹呢 是想给她的黑玫瑰做肥料 啊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好多年都不见了 我只是知道 她结了婚 又离了婚 哎呦 这女人哪 真是十八遍了 那天晚上 她漂亮极了 那天晚上 我们收了工 一起在荷塘里 就洗身上的泥 她穿的衣服呢 被河水打湿了 紧紧的裹在身上 还笨透明的那种 魔鬼身材 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 叫我眼花缭乱的 后来她就跳到河里游泳 哎呦 她真像一条美人鱼呢 警官 我可是个男人哪 我就一个猛子扎过去 紧紧的抱住了她 我疯狂的吻着她 开始她呢 热泪的回应 最后 她使劲把我推开了 就跑回家去了 从那以后 我神魂颠倒的 我整天想着她 经常就到她的玫瑰园去 她呢 也偶尔到我的养殖场来 我们俩见面呢 说说笑笑的 都跟没事一样 都很自然的 但是只要我一接近她 她就像泥酒一样滑掉了 警官 我整天都想着她 真的 我疯狂的爱着她 可我又不能说出来 说老实话 野猫 既然你爱她 那就不应该杀她 我对天发誓 我没有杀她 虽然我对她又爱又恨 但是我没有杀她呀 我真的没有杀她 不相信 你们可以去问 我最好的朋友 鸭子爸和小狐狸 据我们所知 你几次都说要杀她 哎呀 警官啊 我满脑子想着 怎么把她弄到手 我从来就没有杀她的念头啊 不对吧 那次刑事拘留十五天 释放回家的路上 在玫瑰桥上 你就扬言要杀印度夫人 啊 这 我是有口无心的 我胡说八道啊 那昨天晚上八点左右 你在鸭棚喝酒的时候 也发誓说 要印度夫人的小命 对吗 这是谁说的 我们问你有没有说过这话 有 啊 你们当真了 哎呀 完了完了 完了 小狐狸是我打扫的好兄弟 鸭子爸是我最好的朋友 连他们都把我有口无心的话当真 都认为印度夫人是我杀的 哎呦 警官啊 我真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 我跳到东海里也洗不清了 真的不是我杀的 野猫真的是杀害印度夫人的凶手吗 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 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印度夫人之死 第二集 搜到罪证